从我们老和尚之后三人往生之后 我去很多地方很多人问同样一个问题 昨天下午我也接了一通电话 是从默认的通讯 也是问了同样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一大早七点多 我又接了一通电话 这个是同故事的 也是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我就借这个意味给大家来说明 是这样的 他们就问了 这个师父我们的老上现在已经连起了不再了 现在我要以哪一位老师作为我的学习的榜样 让我这一生将来往生西方行的世界才会有保障 其实这不是关键 那不是重要性的 讲到老师 老师你一定要有免分 没有免分 你要想要遇到一个好老师很难 但是现在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 在佛门里面 我们常听了一句话 你一口杀我将自身来往 就算好老师在你的面前 就算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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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在这个修学当中 你没有在这儿用心阿 你就不会有成就的 现在的佛门老和尚已经离开我们了 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的法在阿 他的教会在阿 老和尚一生的教会是什么 只有六个字 你把这个六个字的原则抓住了 在一切处一切处 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法案 你就能够成就了 我们师父上的一生的原则是什么呢 只有六个字 老师 听话 真感 你只要抓住这六个字呢 往生西方体的事情 六个字嘛 你不要误别人 别人靠不住了 只能靠自己啊 所以把这个事实来告诉我们 老和尚一生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 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 他现在的人都不老实 都不听话 都不沉感 怎么那么成全了 像师家莫尼佛在世的时候 突然间宣布了 我今天要入灵盘了 你说作为学生会不会伤心呢 会不会伤心 当然会伤心呢 像师父有时候从许一样回印尼的时候 有约起事的那天啊 师父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看不到师父啊 好难受 哎呀 不行这样啊 对不对 会伤心呢 所以在这个伤心当中的时候 特别是安安尊者 在这个时候 阿诺罗洞 阿尼罗洞 尊者 在这个时候就告诉安安尊者 你怎么伤心 对我们没有受伤 对我们没有什么利益 你现在赶紧请法 所以安安尊者在这个时候就请法 师家莫尼佛 他说 你老人家在 我们以佛为主 以佛为老师 但是佛要离开我们了 将来我们以谁做老师呢 师家莫尼佛是怎么说的啊 师家莫尼佛就告诉安安尊者 这个是在《大灭盘经》里面告诉我们 而且在《三十七号评》第一份 是什么呢 他们有害也没有诸付谁 给做这个老师 但是师家莫尼佛是讲的一句话 你要以四面处为主 只要能够依照这个四面处里面的教诲 等于佛才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看到一见为师一口为师 但是在主要性的 世家莫尼佛就讲这一句话 而且四面处是一个 对于能够学习看破放下的一个好所段 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执着 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执着 很多人起了分别放下 事里面对 就是一个客户让我们修行能够成就 只要你能够落实 佛等于就是在世的 什么叫佛四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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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生不信啊 观说是苦啊 观心无常啊 观法无我 就能每一分每一秒 深深的事实 在一切实一切处 你又常常去观想 你的身体 你这个尸体不干净了 这是臭品啊 臭品的古葬六福里面 所抬出来的 是臭的还是干净的 都是不干净的 既然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你产生对这个身体的思索 而且会思索 那不时的 因为共鸣思索 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迷惑 迷惑 我们就融入照片 将来照片 就像中风国师昨夜给大家讲的 虚受轮转 即一成功 也要说话 有关想你的身体 是其他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 它不是真 它不是真的 所以 没有用心思索 所以世间的一种 用这个方法 将我们什么 借鉴修正 只要你能够落实 没有一个不同修的 观寿是否 我们一生到现在 所有的糟粒种种的生活里面 特别在中年以上的 对于我们 是怎么样的 比较深度的去职位 事实上 这个人生是苦的 世界上哪有有真热 没有 热是假的 热是真的 在这个世上没有好 变成热 只有热变成热 只有热变成热 才有 没有 有办法想 观世无常 这个心 这个念头 没有 没分 没有那些变化 无常 那你怎么样修学呢 最后 世间文学会就告诉弟子 观法 一切法当中 哪样我已经能够做得了主的 没有啊 没有一切万法 连我们自己的身体 就做不了主了 做不了主的一切万法当中 没有乐之有苦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我要跟大家先说明 就算今天我们老和尚不在了 就算今天释迦牟尼婆不在了 你只要把佛陀的教会 老师的教会 其实都是在跟我们一起的 这个啊 这个啊 我们首先 必须先给大家说明这种事情 因为事物最经常说到哪里 就遇到这个问题 常常人家来问这个问题的事 所以 不容易啊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环境呢 佛在世的时间很短 佛在世的时间很长 你看 你看 释迦牟尼婆在这个世界 圆渠八十岁的时候 蒋经弘法四十九这么短 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时代会有出现一千尊的佛 释迦牟尼婆是第四尊 第五尊是谁 米勒弗尚 米勒弗尚将来降生在这个世界 还多长的时间 五十七亿五十六亿七亿百万年 什么长的时间啊 而且米勒弗尚出现之后 时间很短哦 好短好短的时间 而且这个短短的时间啊 但是米勒弗尚 动了无量有越的重生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喻 我们这个世界都值得留恋 西方极乐世界值得我们留恋 在那个地方好 天天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而且关了无量寿佛经理面告诉我们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学习环境 是什么样的环境 三段一夜 你不承受采惯 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 观念菩萨阿弥陀佛上 每一天为你开导 你不肯否采惯 而且又有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都能够参访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不去呢 阿弥陀佛这个地方 很好啊 我他们也要好 诶 这个很好 特别是退休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不要跟政府要钱 主动就给你了 是不是 你也不要跟人的恶力一样 政府冰的恶力就消水 哎呀 很好啊 种种的 但是实在讲的 尊心的绝统修党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 把衣报随着正报船 有多好的环境 但是受不了人心的变广 人心一变了 那这个灾难就来了 灾难来了 那苦不堪言了 为什么不堪请念佛 时间到了 该去的 赶紧去 该放下的 赶紧放下 该看破的 该看破 不要过于执着 是不是这样 这个诗子是一个 给大家简单的详统 在事实上呢 在我们的精神 有时候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有时候 他们要做起来的时候很难 但是也难 你还是要放下 总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 避免不了有生老彼此 这个简单呢 给大家说了一个说明 因为最近常常遇到这个问题 老师要看缘分 如果你的延伸跟他很好 其实啊 走到哪里都是你的老师 好的也是老师 坏的也是老师 心理不分别 心理不执着 每一件事情 依靠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你的好老师 看你怎么样转境界而立啊 你要转 你要转 进一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转 要转 把你的心 一转也好 一转也好 这样才是学习的 所以啊 只要你能够老师 心慌正当 老师都是在你的旁边 阿弥陀佛都是在你的旁边 释迦牟尼佛都是在你的旁边 只能老师呢 一门深入 一步心 好好学习 从这一步心 尝试学习 你未通 通一切法 为什么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 因为你的心都是沉的 沉的是通 通者细法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样 我们不要靠别人 靠外面 靠你自己 好好去学习 心慌正当就是